我们同事都开了直播 所以就是水友会说他在这儿 他在这儿 是这样遇到的 也不是说走到单街上就 我当时是走在那个街上 突然来了一群人 你知道的 突然来了很多很多人 来了一千个人说 马子在你背后你别走了 是这样的 然后我说啊 不会吧 真的吗 我说那我快跑 我就跑 然后那人全开始骂我 他就在你 他来找你 你跑什么呀 你个什么 你个傻 知道是没有彩排过的 所以你要说他是巧合呢 他是水友会两边看 他一直在告诉对方的行踪 所以这个他 他完全不是说那么的巧合 12点同志们别睡了 小宅明天别睡上班了 要不咱通宵吧 要不咱通宵吧 谢谢文海的 文海的帮帮 为什么我每次我说 为什么每次有人要怀疑我 讲鬼故事就要跑啊 像这个很凉了 以前走到一个人都是有事 是 是呢 现在呢 谢谢 爸爸你跟我爸 我这不是跟你聊了一会儿吗 你再聊一会儿再聊再聊一会儿 可惜了户外曾经有好几位一个你要蹭上不就火爆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别火爆了别火了别火了我害怕 我之前在熊猫直播在线人数 就在妹亚直播跳舞在线人数有三万呢 我哥我们以前直播真的有那么多人在线的 我们从白天直播到晚上又直播到白天 一直直播 但是我跟我哥在一块就还好 我跟我哥在一块就还好 就我就没有压力 因为我觉得有任何压力 有任何压力他都能帮我顶着 以前有好好播 以前有好好播 以前我们你可以看 你可以搜 泰国汉地图 有我以前 以前的录屏 就是有我以前的一些录屏 就是有我什么两千泰铢 一二三两千泰铢 过一个星期的各种生活什么的 但也有很多没有了 就是我跟我哥在一块播就还好 有压力他顶着 就有人骂我呢 就还好 我不会 我就觉得别人在骂他 我不会这么别人在骂我 但是 后来我这人我就说 我说我要到处 我要到处去直播 好 我就一个人我就走了 我就拎上心 老豆瑜了 我就拎上心里 我就走了 然后我哥就一个人在曼谷直播 是这样的吧 嗯 然后后来 后来我去巴提亚啊 我去巴提亚 也是和大直播啊 你们也认识啊 大直播一起见面 约了见面 在巴提亚见面 那个时候真的在大街上 能有有水友 真的能碰到水友 水友说 哎呀你是我看你直播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 不能怕被骂 不能怕被骂 18年才开始这个走 18年 18年 哦18年 突然觉得18年是很造很造以前的事情 然后 然后后来呢 后来呢就是就开始被骂 后来 哦我一个人在亲爱直播 不是跟他说了吗 那总有人骂我 总有人骂我 不仅有人骂我 还有人抹黑我 在网上抹黑我 骂到什么程度 倒也没有 因为 那个时候在线人真的很多 直播起来呢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弹幕 就是一直飘一直飘的那种 骂到什么程度骂到 一半的人在骂我 一半的人在帮我 帮我回怼 然后我在干嘛 我在哭 哈哈哈哈 CTFC的 帮佑我觉得委屈 我觉得委屈 我觉得委屈 因为 因为 人多 对 人多 你不可能做到 让每个人都满意 让每个人 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首先 首先还是是感谢 大家在满满人海中 选择了 我的直播间 来看我 来看我 嗯 这个呢 这个呢 我首先 我是感恩的 呃 但是呢 当在线人数多了之后呢 在线人数多了之后呢 就 就怎么说呢 嗯 就是每个人 他都会觉得 你变了 或者是 你 呃 离他心里想的样子 越来越远 或者是怎么怎么 你做的 你做的这个选择 因为大家可以说 他直播 因为我们在户外一直走嘛 你也会觉得有的时候 很像 真人互动游戏一样的 他觉得你的这个选择 不是不好 不是他想要的 嗯 他就会去说你不对 或者骂你这样 然后 但是 大家也要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有的时候 我现在还好 现在还好 因为我 第一个是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 我现在直播真的是因为我 嗯 就是想还是想和大家现在的在座的各位啊 想每天还想和你们聊一聊 但是人人多了 我是真不行 所以你说让我去蹭大直播怎么样 你看马拉斯哥的直播间那么多人 我 我都不会去去蹭 马拉斯哥去蹭上厕所了 让我看他直播间 我也不会去收序 哎 大家关注我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不会 不可能啊 我都是把直播调成调到外面 让大家看风景 怕了 怕了 真的是怕了 玩DJ的这种小场面 怎么可能啊 你 怎么可能啊 你想想啊 这跟DJ的 为什么 我总是我设口啊 我觉得跟我DJ 这个是两个故事 我做一个DJ 我在台上 不可能台下有一半人在骂我 一半人在回骂他 两部人在打架 我在上面打蝶 也有不是这样的情况吧 对不对 只会有说一半人在嗨 一半人不嗨 这种情况他会有 那我就打给那些嗨的人就好了 但是其他人不会去骂我呀 其他人不会去 就是不蹦的人 他可能有他的事 他不会去骂我呀 这个跟DJ是两码事 想支配主播 是 是 看到那个海外不忘初心 跟我们粉丝 走到不播为止 看到那个海外主播 不忘初心的心 不忘初心的心 才跟我们粉丝走到不播为止 走到不播为止 是 那真挺好的 那为什么不播了呢 那为什么不播呢 玩DJ不可能有各种私情 就是什么 对啊 这是两件事情 在DJ台上你只用 那简单的表演 其实是很纯粹的 你们不要让他做DJ 就是好像像黑社会一样 嗯 什么都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其实 越是玩音乐的人 反而越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越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真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你看我每天 我戴帽子 一个是外面很值得我们防晒 一个是 我不知道我的心态 我就想活 不想活在阳光下 我想活在阴影下 哎 太刺激了 台上一万人 骂一般人会得这么大跌 怎么评价 我 我 我评价别的DJ啊 评价 DJ 我还能评价别人呢 但是真有 真有 真有 我在上面打跌 下面在打架 真有 真有这种情况 一个酒瓶子就能扔 扔到DJ台 台上 然后把完就把人家给 给 撵出去了 边嗨边骂人还是要DJ 宋主播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多 你呼吸到嘴 女DJ得跳舞 带走气氛 音乐什么无所谓 女DJ要跳舞啊 音乐是前提啊 哥哥 音乐是前提啊 你的音乐不准备好 跳 你跳舞 跳 站好 那些 别人就只会骂你 必须 做事 必须 用一层二 做DJ 必须要是把音乐做好 把音乐做好了 你在上面做什么 你在上面做什么 别人都会夸你 你的音乐要是不好 打得稀烂 别人不会用你的 别人不会用你的 你是被弹幕 要连你的心态骂你完事 打架不是消场吗 被弹幕骂他这样吗 不是 马上去谈天 果然没几个听得懂 不是 我不是说被骂 我可能就是以 那个时候我 我就是那样的情况 就是我直播 我怎么说呢 人多了 人多了 我反而 什么都不敢做了 人多了 我反而什么都不敢做了 有一半人 就像你们一样 从没有人 从最早 最早 最早以前 就一直 就会陪我一起聊天 那么还有一半人呢 他会是 中途进来 他觉得你人气不错 他在看你热闹的 比如说我在直播 跳舞机跳舞啊 然后如果在街上直播什么呀 那个因为那时候早嘛 他就来看热闹的 那么还有一半人呢 就是过来骂你 就说你做的不对 他就说你做的做的做不对 呃 挺烦的 挺烦的 我也不是说被人骂 是 害过玩了那么多 难受就去耍 没什么玩的呀 没什么玩的呀 你跟我哥 哪有旅游的感觉 没有 你dj的整一下 转转的多 楼一下 是是是是 是这样 我身边都是这样 身边都是这样 但是我不想 嗯 我不想 我的闺蜜就已经火了 我的闺蜜成网红了 我们以前网上夜店 有遇到欣赏的 会把她挺浪的 我打包房的已经有 我也接到过这种火 但是我不去 嗯 我一般不去这种 包厢 dj的活 我是不接的 我是不接的 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会遇到人点歌 我不喜欢 所以我不接 但我那次接了 就是王思聪的活动 我接了就是王思聪的活动 对 包房里有其他人的负责 但是他说了 他没告诉我 他没告诉我是包房 他确实也不是包房 他是包下了一层酒吧 包下了一层酒吧 然后我一去他也不告诉我 我去了才知道说王思聪 然后果然他就过来 跟我找我点歌了 他说 给我放点韩国的 我要听韩国的 包房里会被灌酒 我也不能喝酒 所以我不接那种活动 我不能喝酒 我不接了 看上了我家的狗 我那天带了一只狗去 他就把我的狗 抱着 抱着 抱着一晚上 抱着狗抱着一晚上 抱着狗抱着一晚上 就站在我地下台前面 抱着我的狗嗨 我也不敢说什么 真的实话 实话 就是喜欢韩国 你得把这他上 嗯 他 我在那打碟 我 很多 那天晚上 我好多整过的 好多整过的网红脸 好多就围着他旁边坐 围着他旁边坐 然后看他抱着我的狗 我他们疯狂的要抢那只狗 抱 最后给我的狗 要要喂 喂我的狗和消灭王 然后我把我给急死 我一心都在我的家狗上 后来结束了 打完了以后呢 打完了以后呢 就说 还有 还想继续玩 说去他们酒店打碟 我说我不去 很有原则 我说我到碟了 我下班了 他说加钱 我说我不去 后来第二天听说 他们在酒店房间里面撒 撒人民币 我先想到他 这是不是就是 与公公说我的话 可以吃帝王蟹 我非要吃垃圾 狗没事吧 没事 我后来我给那个 我一直给旁边 我给 我认识的那个人说 我给认识的人说 我说你把我的狗抱回来 你把我的狗拿回来 再来 点过一大笔基尼 一个月离花前三 一年前价子 难道不是同样 后来我就是 我就是抱着狗一顿孩子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但那天 我有拍照 我有拍照 那我不记得 吹吧 3E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说不让拍 不让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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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让你拍照 我忘记了 我忘记我有没有拍到 说了不让拍 有说不让拍 有说过不让拍 连接活动的时候 都是保密的 都没告诉我 去了才知道 这样的 这样的一句话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能够勇敢向前穿越时空 聚会都会有合影 然后发布五圈 但是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大的聚会吧 来武汉有什么聚会啊 自己包了一层酒吧 自己玩了 哦哦哦后来还有后续 还有后续 第二天 第二天邀请我去 哦不是不是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打打完碟说 去当天晚上打完碟说去酒店继续打碟 去继续打碟 我就说我不去嘛 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 她的那个人又给我打电话 又找我 她说她要在海南三亚过生日 她说让我一块去 就是她的那个手下 小弟 小弟 说三亚过生日让我一块去 我我想太复杂了 我就去 我就没去 她说但是还是有点心动 心动的原因是因为 是因为你们都知道 孙松她过生日会请一些出名的DJ吗 你们是知道的 你们是知道的 她过生日会请一些出名的DJ 所以 我心动的点在于 我觉得这个 她的party一定不会差 但是我觉得太复杂了 我说我不去 不是不是 没有 只是她喜欢找很多人一块去玩吧 海天吗 海天深夜是什么 后来我说我不去 再后来我就被那个 哦 还有一次在曼谷 最后一次在曼谷 最后一次在曼谷 和她的那个小弟见面 然后干嘛 让我喝酒 我说我不喝酒 喝回去后把我删了 回去后把我 把我微信删了 把我微信删了 于是我就与 我就与这个 咱们王校长就没有 就是一般不是说六个人身上都会 六个人身上都会 都没有 他小弟也没有看上我 那完全就是 就完全没有 没有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就是 笨呀是呀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找我去玩 就找我去玩 你把他掉了 不是放松救命啊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DJ 我只是在说我做过的活动而已 我只是说我做过的活动而已 你不要脑补 你是在酒吧打蝶 是是是是 是 他包了一个酒吧 他包下来了 他自己的私人party 我就过去打蝶 我去了才知道是他 我去了才知道是他 颜值驱逐 我画蝶 每次人说 这次又来了 底线比上线重要 完了 好了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明天赶飞机 我没有收行李 救命啊 啊 我明天赶飞机 我没有收行李 别聊 只是我一次演出经历 这只是我 明天去派提亚 这只是我一次演出的经历而已 我 我还有更厉害的经历呢 不然气得我 你气啥呀 你被我理过什么会有蛋 请问 不是 你被我理过什么会有蛋 这个让我很好气 阴影的失恋到 东山在起 明天告诉阿哥 心里想看到你了 哇 我 dose myself 好笑 吐飞机 去巴蒂亚玩 明天去 明天接了分单 接单 已接单 你接单 我的老板是阿哥 我去给阿哥当气氛组 明天去给阿哥当气氛组 拎了一点土特产 笑不活像什么 我孩子更厉害的经历 你们知道DJ Snake吗 DJ Snake DJ Snake 那个 那个 不是更厉害吗 DJ Snake 那个 就是 写这首歌的人 然后写了很多 《速度与激情》里面的歌 也是他写的 那个 就说吧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了 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那说呢 那不说了 你让我闭嘴了 我 我 djs你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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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哀 他的音乐怎么哼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人知道了 antien的一个人 那动魂 这个人哼 djs djm dj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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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